本月,美国长期平均抵押贷款利率回升 根据福布斯顾问网站的报告 本周一截稿前,30年期固定利率已经从上周的5.23%上升至5.86% 跟去年同期相比,高出了近3个百分点 急剧上涨的利率和房价也使部分想要买房的民众望而却步 高级房地产经济学家波顿表示 今年1月到3月,现有房屋和新建房屋的销售量都出现了明显下滑 而5月份购房抵押贷款的申请数量也下降到两年来的最低点 据了解,本周将开展的美联储会议预计将再次大幅加息 以降低通货膨胀率 新唐人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